Keyman 王牌出場 好了 走回舊地的旺角大球場 這裡當然有很多回憶 咦咦 前面這位兄弟 你拿著這麼多袋子搞什麼? 派給球迷 希望大家記住胡國雄 因為5月22號胡國雄就不領袖 之前都派幾次了 今次一定要出來再派 真是有心有力 我現在拿到就是你派給我的一個環保袋 是呀 偷家走了 然後兩邊都有胡國雄英姿的照片 是呀 是呀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要印胡國雄袋出來送給大家呢? 那小朋友他們都做應援啦 等等 依依 你是不是覺得很美? Amy 呀 美呀 美呀 Amy 你好 不用買 因為這位Peter哥哥送給你 多謝 多謝 多謝你先 多謝你先 那她很喜歡胡國雄的 Amy 你呢? 我從小看到她大啦 哈哈 不用說了 說三個胡國雄的勁野地方給聽眾聽聽聽 1 2 3 Go 很多人都擋不到她射球的 一句一句 動作美妙 還有呢 她的腳射起球就入門了 不用說了 一腳就入門了 反共 反擊 振分 吹麵 搞殺 打擋 鬼之隊要 迫棄中 投入激情了 第三樣呢 你說了一句 Peter 難說的 Peter 難說的嗎? 她一衝出來那一刻呢 沒有人擋到她的欄 哈哈 差不多就差不多了 那就是主要描述賣門很厲害 那也是 我自己記得呢 我看胡國雄踢球呢 她有一下技術呢 我的印象真是超深刻 我還問我爸爸怎樣踢 不過她打不到我 當時她就在場邊熱身的 未出場 那那個球就滴到沒有雷弓那麽高 就是她自己玩球的 從高而落 跌回到她的左腳 她的腳整隻腳板是貼著在地下的 那個球呢 跌到她的腳面 接著彈到整個頭那麽高 但是她的腳呢 是一點都沒有動 即是那些細微動作做到 我們看起來 嘩 她就這樣彈落 雙腳都會彈上來的 其實就是那些細緻動作呢 很厲害 我小時候很記得是在場邊 就見到她做這個動作 說真的 她是有魅力的 不然有些球員呢 就做好球呢 可能沒有投場 其實她都有投場入球的 有啊 有啊 不是這樣叫做大頭嘴 是啊 是啊 如果真的沒有看過胡國龍踢球 聽我們這麽講 好像講到很厲害的 真的好厲害 真的好厲害 喂 Peter 那你這麽有心做這個環保袋 那麽有十個八個送給門口那些球迷 你有沒有特意要選送給哪些球迷的 沒有的 總之她有興趣 總之沒有所謂 就是大家不同界別的人認識到她 還有不要忘記她 剛才我一見到妳的時候 妳就說 做什麽呢 MIRROR都有應援 那我不能搞的嗎 是啊 那些年輕人 搞得我們那些 即是叫做 有一點點 財政的基礎都可以 可不可以拍攝妳啊 可不可以拍攝妳啊 隨便拍啊 Amy 我繼續講話 聊天先 那變了我們 要為香港足球做多些事 80年代應該是你一個 很開心的年代吧 其實到現在都開心的 有香港足球看不就開心 那些人總覺得以前的足球好些 其實沒有衝突的 以前的足球可能精彩一些 現在足球有自己的特色 其實我們要繼續看 總之香港足球就行 不需要說之前好些 現在就不看 其實你以前好些 你可以希望現在 期望人家 聽得更加好過以前 對呀 以前好 其實現在一樣可以這樣 今天我們站在 王國祥門口 都是支持本地球 不如輕輕都說回 當年的事情 記不記得妳看過 那胡國龍什麼球在哪裡看呢 在大球場 用五元學生票去看 精工對保羅華 聯賽都很緊張的 他們的外門會動篩的 踢球明明看到出底線 原來會回頭的 那些就精彩了 好像打球那樣的 那即是妳是當時自己 主動去看的 買學生票 是啊 小時候最初呢 爸爸帶我去看月組 因為免費 就看那些港燈 靈電那些 之後開始呢 爸爸教我 有一位學生票的 就五元一張 那我開始 有時小時候去銅鑼灣看 因為我都住香港島的 那變成了 爸爸都放膽給我 一個去看球 但是都是坐大中而已 沒有蓋的 正啦那邊 要走斜路上去大中那邊 對呀 那些人在閘口賣雞腿 哇 我自己都很有印象 我都是爸爸帶我去的 先說那條斜路 有雞腿 那整桶的 是啊 就是有露水啊 是啊 然後呢 就有很多那些報紙的號外 是啊 那時候是踢下午球 都是 那通常中五都可以買的 一張左右 就是一張 就只有四板 但是呢 那四板很厲害 我很記得呢 就是每一板頂那裡 就是兩隊那些大頭相 那些球員那些相 就是全部偶像 是啊 很珍貴的 那時候的社會地位 其實是高於歌聲的 算不算呢 就是八十年代初 可能 球星真的高於歌手的 是啊 大球場看球 可能隨時兩萬人左右 是一個普通的入場數字 來的 是啊 我記得我入場 因為那時候最多是兩萬八 很深印象 這些爆滿的數字 都是沒有位置坐 那麼 我還記得 就是 我進去的時候 我想小學 還沒有很懂得看球 但是我記得有胡國雄 也記得有 吃這個冰菠蘿啊 雪糕 好緊張那些阿叔 經過要叫老頭給錢的 其實以前呢 最初接了胡國雄 去聽心機的 聽整場波都沒有胡國雄的名字 原來他叫大頭仔 哈哈 才知道他叫大頭仔 是啊 叫巴名的 最喜歡聽阿叔講波 因為那時候兩個派別的 一個就是何鑑桿 一個是阿叔 那不是何鑑桿不好 只不過爸爸喜歡阿叔 那就喜歡跟著爸爸去聽心機 半場聽 因為未爆就只有半場 如果爆滿就聽全場 很珍貴的 聽波都很珍貴的 是啊 就是阿叔就是商台 還有阿堅哥 蔡文堅 是啊 那時候呢 他們直到 我們後來聽到 是有廣告宣傳他們 今晚說什麼波 很厲害 還有有時呢 未到半場呢 他又未趕得波 那他會說一下 一些 賽前分析 那樣的 我們都很喜歡聽的 是啊 很多時候那些分析才好聽 因為很多個人看法 或者就是 給你了解多一點 那場比賽的背後 甚至跟球員那些私交 認識他 那些很過癮 八十年代除了看球 你有沒有聽歌 有啊 經常自己上學放學 哼著哪首歌呢 Peter 真功體育八二 真功 我們不放鬆 再上 我們找正方向 真功 快點些人辛苦 你不唱 他唱 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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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勝利邁進 舊迷個個仲見 永遠衝心一天 要身心都發展 限中得失看淺 齊來心志進獻 真功 每天都不放鬆 再上 我們找正方向 真功 勝出都不放鬆 真功 向勝利邁進 真功 每天都不放鬆 再上 我們找正方向 真功 勝出都不放鬆 真功 向勝利邁進 Keyman 王牌出身 Peter 八十年代的波外 真是回味無窮 剛才你說到 好像現在的應援 我也很認同 因為當時我保持著 我有一張年曆 以前很流行年曆 放在錢包那些 是真功一隊隊的相片 那你就好了 以前我不敢做那些 怕了怎樣得來的 即是可能一些叔叔 哥哥給我的 但是真是愛不釋手 現在我才會夠膽做 現在我都會等球員 散場 會找他們拍照 那現在你都一直有 入場看一波的 有啊 現在最喜歡看阿輝 阿羅子 還有阿孫明 今年最喜歡看 那你真是身體力行動 即是當年的又喜歡 今時今日的一役都捧場 真的沒有衝突的 其實足球有趣 足球帶給我們歡樂 那為何要分割到現在的將來 你們就是豁達 好說一下現在的香港隊 我們有亞洲背踢 現在其實關鍵是 希望先拿回平衡 因為呢 之前我們太保守 現在好像太進取 拿回平衡先 最重要是後面 不要點失球 中前場壓迫好些 那就應該有表現 但現在好像失了平衡 可能有前沒有後 那其實踢球 不用一定要這麼極端的 拿回中間 中後場先不要失球 最重要是 因為我們前面的把力 還是差一點 但是後面失球 就很難足夠 所以希望能夠平衡 但是今年 譬如孫明那些 都很適合 希望可以 他們繼續磨練 那羅子希望 季美都多回機會出場 那些都會有機會 那後面一定有亞輝 把手住我們放心 如果出亞輝的話 你說得對 以前我們嘉明哥 就是穩守突擊 我們差不多成為了 足球界的經典一個術語 現在是摩連奴 其實真的等於 沒有壞的 最重要是有成績 摩連奴最重要是 賭勝入決賽 現在變成了新教練 主要是搶攻 搶攻之餘 後面都要穩陣 先不要失球 因為現代足球 其實防守都很重要 不是不攻 拿個平衡 最重要是你後防 你一定要穩陣先 那前面的 你說加多把尖刀 可能有報告 艾華頓那些 那些令計 但其實我覺得前面 其實唐人 都有實力的 只不過可以少出場 機會少了 潘沛這些都看得好的 今年都 平衡這些東西 硬是好像 朱古力味和牛奶味 即這邊多些 那邊要少些 有時候混合一下才知道 那你知道進攻 很多時候 吸引多些球迷 現在都開始多球迷 那慢慢再拿回的平衡 那我們希望成績一路上 是啊 那我亞洲杯 即我這麼大 幾十年波 終於有機會看決賽 希望香港隊 我不敢說什麼成績 最重要是拼盡全力 踢一些熱血足球給人看 就算什麼成績都好 每一分鐘 踢到最後 保時的一分鐘都不要放棄 那我們就收貨了 明年一月 就會在卡塔爾那裡 踢三場分組賽 希望可以不止三場 好 現在經常入場 Peter 因為現在 旺角場很厲害 DPA System比以前 以前拆的聲音 我記得 現在還播歌 有沒有哪首新的歌 很有印象 CORNA那些 CO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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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幾多 期盼在期盼 一天會度過 好了 那我一於聽著歌 繼續看球 我先派一會 多謝你Peter 派到你大汗打小汗 極渴望會 有一重聚 喧嘩的舊片段 轉眼又不再 看世界錯對 一一顛倒 都不再意外 這都市哪日穿雨了 願這鬧事 再遇見 再次歡笑 期望可再遇見 你我咬還怨 天空發測風雲 誰有可一日改變 城內遠近笑臉 可掛不到信念 可憐可視和你 張開一生首再遇見 樂器 運攝 謝謝Peter哥 我們分享一個這麼有趣的球迷故事